他有收到一百億嗎 台面上不多說 但在國防部宣布解約前一刻 陳慶南卻發新聞稿 說投資人承諾一百億資金 將到位 列雷劍可以續造 外界督點民進台都大佬 孤寬明是愛國金主 但本人否認 慶富恐怕又是虛煌一兆 慶富和解約做準備 海軍司令部明天上午會場 內部會議包含律師 承辦員 及相關幕僚都會參加 商討接下來的法律工法 據瞭解慶富二十四億保證金 又沒在十一號上午十點 海軍會議前到位 軍方就可依保證經位繳 新大港興建進度延宕等理由 宣布解約 但海軍至今未把解約兩次 公開說出口 就是要避免慶富以訴訟拖延 要在法律戰上確保不敗之地 解約之後 由政府介入協調台船介入來承接 可以達到他整個國建國造的政策 另外可以降低年代銀行 這兩百零五億的最大的損失 立委分析和慶富解約後 海軍從慶富沒收的 旅月保證金 還款保證金近九十億 直接收繳 造建成本一百五十億 則多由公股銀行任賠吸收 股防部損失不算大 只是國建國造計畫 提早夭折 只怕不死也剩半條命 繼續走不走 谢谢观看